欢迎收看新闻ING 我是徐慧 首先来看的是欧美股市出现反压 而台股也在生计股和电子全职股表现保守的影响之下 呈现了涨多收敛的格局 指数游走在9100点区间 中场大白收在9109点 下跌12.71点 存交金额1017.16亿元 亏市方面 现台币对美元五盘占收30.05元 升值1.01角 台北外汇成交金额4.19亿美元 新北市新电区的新乌鲁二段 9.5K的地方有土石滑落 范围长30公尺 宽8公尺 高1.6公尺 有一辆轿车经过的时候不幸被落石砸中 所幸车上只有驾驶一人 并且在事发当时及时逃出 没有受伤 目前道路双向中断 现场已经有挖土机在开挖土石 海巡舰艇 宜兰舰将在今年10月成军 现在却爆出了宜兰舰空有直升机甲板 而原本配合执行海上救援任务的空勤总队 S365直升机 不但没有获得落舰功能的安全认证 就连原厂认证的合格飞行员都没有 海巡书长王金旺 上午在立法院备选的时候 坦诚疏失 强调会负起责任 并且表示已经协调国防部战时 请海军派直升机协助海上请募 江国庆遭到错杀案 军方赔偿将加一亿多元之后 转下前空军作战部司令 陈兆敏等人共求偿八千多万元的案件 台北地医院预定经间下午五点宣判 美国八十五年间 空军作战司令部发生的 女头被奸伤案 被指控犯案的江国庆遭到军方枪决 军事法院再审后改判无罪 国防部依法赔偿将加大约 新台币一亿三千多万元 并且申请假扣押 陈兆敏等人的财产 同时国防部北部地方军事法院 也向台北地医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向陈兆敏等六人 各求偿一千四百七十四万元 法官预定下午五点宣判 台湾人寿独立董事吴忠书 在股东会开会前夕 向台寿辞去职务受到外界关注 而这次股东会将会讨论 与中信金控换股合并案 台寿表示由于有检举案指出 吴忠书持有台寿股票 位居前十大自然人股东 有违反出任读董相关规定之余 即使本届任期到六月九号为止 吴忠书仍然以业务繁忙为由 主动请辞 中华职棒中信兄弟本季战机不佳 今天正式做出人事异动 领队陈正宏请辞 而新任人选是由中职前秘书长李文斌来出任 李文斌回论中职舞台 他计划先和总教练姓长恒讨论 以最快的时间补强信有的教练团 透过季中选秀针对队形补强 而洋将方面则是维持二头一眼 感谢您收看这节的新闻安居 更多消息也请选持锁定 U点TV 我是徐慧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